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八义篇第17章 子供欲去故朔之夕阳 子曰 事也 而爱其阳 我爱其理 今日没有这个了 子供那时也已经不行 那么血如老人一开头就给我们讲 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没有了 在子供那个时候 也就是孔子那个时代 那么这个事情也已经不行了 也就是说明 这一桩事情 在当时 已经 没有实质了 没有这个理了 现今有日历 比以前算是退步了 这是旧乡下百姓来说 乡间都有供赵王爷 上面有赵王爷的像 下面有十二月份 有天干地支 有二十四节气 有这些 一年的季节气候就都迟到了 现今的日历没有 不是退步吗 那么这个 现在有很多新的日历 的确 这些都没有了 我们传统这个 节后 季节气候 都没有了 都用西洋的 西洋历 现在呢 我们看到 台湾民间还有 像我们 到场印的 也是根据 这个传统的日历来印 有很多地方 已经没有了 那么写路老人讲 那这个日历 那比以前是退步 再者 凡是读书的家庭 都有皇历 这是国家 青天间所制定的 才知道什么时候 过年 这个传统的日历 称皇历 这个皇历就是国家 所制定的 才知道什么时候 过年过节 中华民国六十年来 有两次的过年时间都乱了 那么这个都是 只有 依照啊 西洋的 这个日历 那么自己 中国传统的 日历啊 没有用 没有著名 大家不知道 什么时候 过年 大概 只知道啊 西洋的 这个 圣诞节 自己 传统的过年 都不知道 所以过年 有两次时间都乱了 从前 威武武行 代弃山震 就必须沙头 因为误了民事 这个 会耽误啊 人民啊 这个 耕种 的 时间 这个 时间啊 时期 季节啊 会耽误了 所以在传统的日历啊 那么 什么 季节 种植 种植什么 蔬菜 五谷 啊 这个种种的啊 都有著名 生活当中啊 各方面 衣食住行 都有著名 配合这个 大自然 那在古时候啊 那这个 如果这个 地法呢 日历啊 错了 但如果人民啊 农作物的时期啊 那这个罪就必须沙头了 那现在呢 都乱了 山中无日历 寒静不知年啊 没有 看这个日历 寒静 这个 冬天过去了 不知道 过年了 没有日历 便不知道过年了 不知道了哪一天啊 过年 从前的君王颁布 实现书给诸侯 诸侯常在太庙 正月初一 百姓会 供一只生羊 给诸侯 这一天 诸侯到太庙 顾庙 在上朝开会议 宣布这个月的证悟 第二个月也是如此 月月都是如此 除此之外还有大作用 诸侯先拜太庙 在上朝宣布正事 假如不拜不上朝 诸侯便各自为政了 周一王立王就是如此 所以国乱而亡国 卢文公时有论业 有病没有故朔 没有上朝 后来没有病了 也懈怨 也懈怠不故朔不上朝 所以有三家之乱 凡事都是自找的 那么这个又是 又是举出 鲁国 鲁文公 那个时候有论业 三年有一个论业 有病啊 不能上朝 就是没有故朔 就是没有故朔 上朝 后来病好了 也就懈怠了 也不故朔不上朝了 所以这个鲁国呢 才会产生这个三家之乱 写入老人啊 给我们指出来 这个都是自己找来的 子侯欲去故朔之夕阳 这个很多年都没有故朔 那么子侯啊 就讲了 就说这个 那这个还送这个夕阳吗 送过去那个鲁文公 他们还是不故朔不上朝啊 所以很多年都没有故朔 写入老人在这里讲啊 但是这话很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 鲁文公虽然不故朔不上朝 可是送羊的人仍然照每月送来 送羊啊 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羊送过去了 那也就是提醒了 这个羊人家送来了 那就要 这个每个月啊 这个送羊来 送羊来的意思就是提醒啊 要故朔上朝了 这个羊送过来也不故朔不上朝 只供禀告孔子 不如会去故朔这个的夕阳 这个夕阳就不要了嘛 那个送来也没有实词意义啦 那只有这个形式 有人以为只供爱小财 其实不是 只供有他的用意 所以我们读伦理啊 要根据写的老人 这个指导来读啊 我们才真正懂得啊 伦理里面啊 的真实意 就像我们佛经啊 愿解如来真实意 直约四月 而爱其羊 我爱其礼 孔子说了 回答了 端木士 这个子供啊 他的名叫端木士 你爱惜羊 我爱惜礼 有这只羊就知道 必定要故朔上朝 这个礼还没有会处 如果会去这只羊 那连故朔的礼也都不知道了 那的确是这样的 虽然没有实质啦 但是还是固定时间去提醒 这个礼还在 那看到这只羊啊 就知道啊 这个 要故朔上朝 那虽然没有故朔上朝啊 这个礼啊 还是不能会 如果 会去送这只羊啊 那大家连故朔 上朝的礼也都不知道了 还有这个形式在啊 在提醒 所以这个形式啊 也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 完全不知道了 我们不是天子 也不是诸侯 对国家帮不上忙 唯有少为国家 天麻烦就是爱国 这也是理所当为的事 那喜路老人啊 在这个 后面这一段啊 他就讲了 也就是说 那这些事情啊 是天子诸侯的事情 那我们呢 既不是天子 也不是诸侯 对国家帮不上忙 这个事情 我们就帮不上忙了 那在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 唯有啊 少为国家天麻烦 那不要给国家呢 天乱 就是爱国 这也是理所当为的事情 我们只能这样做了 那么这一篇的意思啊 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现在很多方面啊 有形式没有实质 那么 没有实质啦 这个形式是不是 都不要呢 形式啊 只在讲 还是要 形式就是一个提醒 那么提醒啊 还有 他恢复实质的时候 如果连提醒都没有了 那么就完全没有 恢复实质的时候了 这个道理啊 我们要懂 像我们道场啊 做法会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是一个形式 我们学佛啊 重实质不重形式 那么现在呢 很多都是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那是不是这些形式都不要了 都不要啊 也不知道什么是实质啊 连形式都没有 那也不知道什么是实质 所以这一段啊 孔子的回答 那么我们 我们必定啊 要知道 举一缓三 凡是这个理啊 还是不能会 在佛门啊 有佛门的理 那总是提醒 提醒啊 以后啊 有人 明白了 他照做了 实质的意义啊 就恢复了 好 今天我们就写写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